大家好,2021年2月27日第三部视频 中共报道了中印冲突中有三名军人死亡,一名重伤 然后受到了很多网民的质疑 因为据外网说,中共死伤大概是有四五十人 这样质疑的这些网民在境内的很多受到了抓捕 先先后后,前后等有十名左右 还有一名在海外的通过推特发了几句推文 受到了通缉 说是有颠覆国家罪 还有寻衅滋事 让他抓紧回国自首 这名网民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我们持续看一下他的后续发展 在2月25日凌晨12点41分 这个王静玉啊 又接到了他父亲的电话 这个12点41分呢 是中国时间 也就是说是半夜 在这个电话是一个视频电话 他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 也看不清脸 声音又清又苍老 这个偷偷的给他说的 两分钟的通话中 父亲给他说 他和王静玉的母亲每天早上六七点 被带到派出所 晚上放回家 从星期三开始 每天晚上七点 就会有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到他家来 九点左右再来两个 然后顶替那两个先到的警察 这两个后来的呢 然后就会陪他们过夜 男警察和他父亲睡一张床 你警察和他母亲在另一个屋里睡另一张床 这这是什么呢 我也搞不清楚 中国也没有人权 你要拘留就 他们犯罪就把他们拘留 没有犯罪的话 人家不同意 你硬闯到人家家里 而且把人家夫妻俩分开 这个一个警察赔一个 还提供赔税 其实呢 就是一种非常变态的这种监视 监视到了这种令人发指 躺在床上 人丁人的这种战术 警察对他父亲说 因为这个 王静宇 接受了境外的采访 影响恶劣 需要对他 对他的父母进行监视居住 我父亲给他们说 如果我在在境外的媒体上发声 他们会直接把我父母拘留 我父亲对他说 就是王静宇的父母 对王静宇说 再发声 警察会把他们进行拘留 到了星期五的晚上 因身体状况恶化 而卧床的母亲临时 可以获准 跟他进行视频通话 他母亲说 王静宇这几天在网上发布的一些信息 即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已引起他们父母的工作单位 和这个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 每天都有很多人到他家来 王静宇的父母 均为国企员工 目前都被停职 19岁的王静宇 19年7月离开老家重庆 据说是到了美国 现在又说是在欧洲进行旅行 这个星期 因为在微博上发表质疑和批评 中印边境冲突 阵亡的解放军官兵的言论 身处海外的 做私媒体的 我估计没有 没有几百 也等于有几十吧 都报道过这个事情 我也报道过 所以呢 被这个举报 其实不是什么网民举报 他们自己都有这个网络监听 全面的网络管控 就像他们自己所说的 什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其实呢 他们想说的是网络不是自由之地 网络不是这个能逃脱中共监控的之地 其实这句话 哪有什么法 就是这个无处不在的监控吧 重庆杀 杀平坝警方的公告成 讯信滋事罪 对王某刑事拘留 因为 人不在这 所以进行网上追逃 一些小粉红 或者是中共派出来的网络评论员 比方说 很多都是监狱中的犯人 在管教的带领下 让骂谁就骂谁 让咬谁就咬谁 对他进行了这个攻击 网络攻击 并且搜出他的姓名 出生日期 家庭住址 父母工作单位 电话号码等等 广而告知 其实也不用搜 都是中共让小罗罗们 把这个户籍信息爆出来的 王静瑜告诉美国之音 他从发推文到警方突袭他家 只用20分钟 是 这个我相信 而且我认为有点慢 我知道有一些情况 有人从网上发表 当然这个网络是很容易 更容易被抓获 中共更容易管控的 你比方说国内的微信 或者是这个 一些微博 或者是国内的一些论团 像百度等等这些 你要发一个东西 可能五分钟就能到 真的 他们自动 这个网络系统 大数据就能分析出敏感词 然后把你根据你IP地址 你的这个在网上的留痕 马上就知道是谁发的 这个然后住在哪里 通讯方式是哪一些 这个真的快得很 单位是哪 这个在大数据跟前分析你这个东西 从你发出去 几秒钟就能把这些跳出来 跳到这个网警跟前 网警可能 马上就能打电话派人过去 就到你们家去 这个真的 有的人是 都虽然不一定五分钟能到你们家吧 但是五分钟 马上给你打电话 没问题 有的 我有朋友就是发表一些言论 五分钟 他单位 这个主管领导就给他打电话 真的五分钟 严格来讲实际上是四分钟中 不到五分钟 就给他打电话 对他进行警告 有单位领导对他进行警告 我还听过别的这种类似的事情 有的是派出所打电话 也是五分钟 对他进行警告 真的 这个中共的对民众的钳制和管控 真的你是 方克屁 他能闻见臭味 这个王静宇说 发出推文到警察到他家 花了二十分钟 当地时间 二月二十一日 六点五晚上 晚上六点五时 重庆当地警方 国安人员 还有不明身份的人员 就是也不穿警服 也没有任何证件 冲到他家 把他的父母用手铐 铐主带走 查抄了家里包括 电脑 iPad 现金 就是除了通讯工具之外 连他们家钱都两回走了 这符合符合这个党的政策 接着把他父母带到 叫谭家港派出所 关押在不同的审讯室 要他们和儿子联系 立即删除微博 否则 采取进一步措施 就是绑票 绑票 然后 拿着入票 对这个受害的苦主 进行恐吓要挟 过去中共这么干 是要钱 现在是中共这么干 是要什么 要你这个听他的 或者是要你自我毁灭 警察告诉他 不管你在哪里 你这个事情影响很大 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诋毁解放军 全国人民 又拿全国人民来说事 什么中共中央外交部 很多部分都知道 如果你现在说的好 好威武 好雄壮 如果你不回国 就算你在美国 在欧洲 我们也会把你引渡回来 他在电话中还威胁说 他说你个人的能力强 还是我们一个国家的能力强 你不要以为在其他的国家 能够保护你 这个是痴心妄想 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很多国家 现在越来越认清了 中共的面目 越来越同情 中共治下的 这个奴隶一般的民众 越来越愿意给 受苦受难的中国民众 各族人民提供庇护 愿意给他们提供安全保护 过去有一些这种情况 这个会被中共秘密抓捕回去 现在这种情况很少了 因为没有几个国家 愿意与中共为伍 愿意帮着他迫害 这些民主人士 这些发表自由言论的反政府人士 王静宇还说 从事发第二天至今 父母每天都被带到警局12个小时 不给吃饭 体罗多病的母亲偶尔给一杯水 母亲逼问他们 警察逼问他母亲 这个何时回国 并以刑事拘留相威胁 就是再不回来 就把你拘起来 再给你 把这个治安拘留变成刑事拘留 每天还有网民 实际上不是网民 哪个网民闲着没事 就是他派的小楼若呗 中共跟着中共混的小地痞流氓 跑到他家去敲门 家里口24小时都有人 这个 王静宇说 派出所给他打电话 然后电话中给他说 我是谭家港派出所民警 王静宇 限你三日内到我所自首 否则你父母没有好下场 他在推特上 公布了据称来自警方的这个来电 短信 美国之一呢 后来打这个派出所的电话 和网民发布的王静宇母亲的号码 但都无法联络到相关人员 王静宇的案件 引起了很多这个国际的法律学者 还有这个记者的关注 嗯 以前只听说过这个对台湾 贪污犯有什么所谓的猎狐行动 其实就抓几个政敌小卢洛罢了 这种大贪污犯都在中南海坐着呢 跑到海外的都是他们家亲戚 这里在海外追逃所谓贪污犯的跨境执法 嗯 现在也用到了言论管控上 中国近年来在刑事诉讼法中创设的缺席审判制度 前一天我们报过这个新闻缺席审判 而且还用这个网络诉讼 就是专门针对海外追逃海外管控言论的 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使得像王静宇这样身在海外的人也可能被治罪 而且审判你之后 你不归案可以这个只要是他 嗯立案啊 然后说你是随身在海外也可以缺席审判你 然后他自然就判了你自然有罪啊 然后就可以没收你在国内的一切财产资产啊 就在王静宇事件发酵的同时 北京还又中国警方还在北京等地又抓捕了很多这个 涉及到宣传揭露这个中印事件真相的一些人 嗯我们接着读这篇文章还是挺长 但是呢 挺反映中国这个现实 怎么在海外管控舆论的 嗯18年中国又颁布了英烈保护法啊 就是你只要敢谈这个乌鲁啊 诽谤他给你戴一些帽子 损害英雄烈士名誉啊 就可以判刑啊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株连制度的 现在把这个海外人是抓不到就开始拿他的家人当人票啊 进行这种恐吓威胁啊 拘留啊 管制啊 限制人身自由呃 开除公职等等等等 人权观察组织一月发布的2021年世界人权报告 批评中国当局在持续打压人权捍卫者群体的同时 日益将维权人士的家属作为打击目标 身在海外的王静宇很担心父母的安慰 安慰 唯一让他感到宽慰的是父母很支持他 没有责怪他一句 父亲甚至和警察距离里争 就算是我儿子犯了法 我没有犯法 报我的身份证 这个 报我的家庭住址是不是违法的 王静宇犯了法 你去抓他 你不能连累我呀 警察 给了他一个很精 给他父亲一个很惊悍的答案 警察跟我父亲讲 没有连累你 没有把你打死就算好的了 别说连累你了 你还活着就算好的了 王静宇说 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反贼的样子 很大程度上是受家庭的影响 爷爷在政府当了一辈子的官 父亲从空军退役 原来是空军军人 被分配到重庆市公安部门工作 原来也在公安工作 原本可以仕途大好的 这个父亲因为看不惯周遭的很多事 选择去了国企做销售 太黑了 又因为厌恶虚假的选举 辞去了人大代表的职务 他父亲原来还有人大代表职务 当时我们重庆本来治安就不好 公安就是土匪 他父亲说在重庆警察到处找民营企业 敲诈勒索收保护费 你不拿钱就弄你就打你 在一些偏远的农村 警察就是天王老子 警察就是上帝 你要是不听警察的 就由你好看 全家没好下场 这个情况不仅在重庆 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 这个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我在这个中国有一次在国内呢 有一次出差啊 就碰到过这个一次这种情况 就是警察这个坐长途车都不给钱 那个自己私营的这个长途客运 司机和老板还得陪着笑脸 这个还对这个流星拍马 开始那个这个叫什么司机不懂事 新来的还没给警察要钱 警察这个老板抓紧拦住啊 他是咱这儿的保护神 怎么那么的啊 是咱拿所的啊 那警察还恶狠狠的 老板鸳鸭厂才好说这个事 然后一顿拍去流马 警察的气顺了 过几站才高高兴兴的下车走人 从小父亲就教育他 让他翻墙 他父亲真好 给他讲官吏改写的历史 要他不要相信中共媒体的报道 那些都是谎言 在学校 王静瑜也是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 他会被他会对同学们说 中共是非法窃取政权的 任何一个政党领导人都应该是人民的选举 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人民选的 是内定的 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 在中国你要是跟共产党对着干 你就是死路一条 校长因为他的这个言论 曾经训诫过他 为此他转过很多次学 也很早的尝到过官方的打压 王静瑜说他不会回中国 未来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 继续在墙内墙外多发声 我讲的这些东西可能99%的人不理解我 但是如果能让1%的人清醒过来 我觉得都是有价值的 你说的太棒了 我们海外做这个自媒体的都是如此 只要大家都说都做都去努力 这个所有人都觉醒会有这一天 都觉醒的时候就是中共完蛋的时候 就像那个让子弹飞里边那个情节一样 老百姓被黄三郎压迫的如此恐惧 只要是都觉醒都醒悟过来 都不再恐惧了 那个堡垒不过就是一堵破墙 那个好像坚固的大门早就千疮百孔 挺身而上硬生而倒 不费吹灰之力 那天在昏暗的楼梯间 他父亲是偷偷的给他打那个两分钟的电话 是借口去倒垃圾 在楼梯间给他打了电话 他父亲给他说 不要放弃你的理想 不要退缩 你哪怕是要死也要死得光荣 历史会记住你的 好伟大的父亲 王静宇有这个父亲 是他的造化 是他的骄傲 他的父亲有这样的儿子 他的父亲是伟大的父亲 是教育成功的父亲 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事情 就是中国这种事情非常多 在2020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叫做 Zoo 他实际的汉语名字叫罗宇鹏 在澳大利亚 也是因为在网上发了一个推文 这个说嘲讽习近平 然后受到这个中国警察的这种 对他父母的这种抓捕 然后在网上勒令他回国 接受这个处罚 这种事情越来越多 海外发声的人越来越多 醒悟的民众越来越多 中共的谢斯底里和疯狂的绑架国内的肉票 这种事情也越来越多 好了 这个希望我们都能像这些勇士一样勇敢 希望所有的人能够这个注意安全 两个文章都提到了推特 王静瑜也说 不知道推特为什么能在这个按说给他保密的情况下 怎么中共能知道他的这个个人信息 我估计他个人认为是要么是推特把拥护信息 遵照中国的这个法律法规 规定上交给了这个中共 第二个呢 是中共黑进了推特的网络 我猜第三种呢 还有可能是你自己在推特和国内的推特用户联系 或者是在国内注册的时候 在网络上写的密 也可能是和国内推特联系 有一些国内的推特号是不正常的 是有任务的 就是假的真实用户 有可能是一些机器人 或者是这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公安人员都有可能 你说的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推特是给的中共政府 反正各种可能都有 大家用推特小心 这个聊天方式工具有很多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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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